美丽孤岛 每周五次每晚六点央时七套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五六七 最近在浙江泰州的大臣岛上发生了件怪事 一夜之间岛上几十户人家的菜地都受到了大大小小的破坏 那最厉害的是罗大暑假 菜地里的瓜叶儿据说是被吃得干干净净 只剩下几个孤伦运的南瓜躺在地上 同时这段时间一到晚上 乡亲们还会听到一种从未听过的叫声 而且这叫声是越来越多 也是越来越频繁 一时间大家都是人心慌慌啊 晚上连屋子都不敢出了 而且还有更离谱的 在光天化日之下 有人开着农用车居然也遭到了攻击 那么这个岛上究竟出现了什么神秘来客呢 大陈岛上居住着一千多岛面 80%的人以打鱼为生 鱼猎季节出海打打鱼 闲暇时在山上开点荒地 种点瓜果蔬菜 生活倒是安逸平静 但是很快 这种平静就被打破了 这天一大早 北澳村的林阿婆急匆匆来到边防派出所 说他们家的菜地啊出怪事了 菜地能出什么事呢 警官宋宝和同事立即赶了过去 只见阿婆家的菜地是一片狼藉 绿油油的地瓜叶子一片一片的都没了 有的地方还被连根拔起 好断断的空心菜 叶子没了只留下菜板子 更可气的是 长得好好的丝瓜也被齐腰咬断 没想到就在这时 其他村民也向宋宝他们反应相似的情 罗大书家更惨 一夜之间地上的瓜苗全没有了 只剩下几个南瓜散落在地上 布满地面的南瓜藤 看起来就像地图一样 都没了 这个桥头都没了 这一下子就咬这儿了 这个都吃掉了 你看我这个高度 一般动物的话没有这个高度的 除非是牛 牛的话不可能进这个菜地的 刚才我解释过了 周围有这个篱笆拦着呢 不是牛又不是羊 那会是什么动物呢 从菜地里的脚印和残留的粪便来看 来的动物还不止一两只呢 那么这究竟是什么神秘来客呢 兄警官决定带领战士小王 夜晚到林阿婆家的菜地 来手术带兔 看看这个神秘来客的 如山真面目 观众朋友 现在是凌晨两点钟 昨天晚上 习近平阿婆他们家菜地的动物呢 在这个时候可能还会出现 我们决定在这儿蹲守 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动物 凌晨四点 北奥村一片寂静 这时菜地背后的山坡上 突然传来了走动声 紧接着又传来了叫声 说时时那时快 我们同时打开了矿灯 眼前的菜地顺时间亮了起来 啊 梅花鹿 一群梅花鹿 大概有六七只呢 对三只三只 我已经看了三只了 跟着就跟着那两只 跟着就跟着 没事跑没关系 跟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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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光灯跟着了 别照我 我是陆网 还照啊 孩子们咱们走 原来照市者是梅花鹿 可是大臣岛是个孤岛啊 周围全是海 这梅花鹿是打哪来的呢 难道是飘洋过海 过来的不成 这时 宋警官想起一个 很重要的线索 三年前啊 岛上有一个人工养殖的鹿场 后来呢 因为经营不善 鹿场就没人管了 这梅花鹿啊 就渐渐的都跑了出来 我们从养鹿公司得到证实 跑出来的200只梅花鹿里面 有130只亩鹿 如果一只亩鹿 一年产一载计算的话 三年多了 山上怎么着 也得有500多只 小岛就这么大 鹿的数量却在不断增加 它还不得撒开了花的满岛乱窜 可是梅花鹿是石草动物啊 山上不是有吃的吗 为什么还要跑到人家菜地里来呢 我们特意去北京动物园 请教了专家 它处于是流动性比较大 它积成群之后吧 到处去走 去找这些水草比较丰美的地方 比如说农家菜地里边 种的这些菜啊 它的食口性比较好 营养成分也高 水分也大 按专家的说法 这鹿还不挑食 什么都吃 正好 你们家菜地就在我的地盘上 那我不吃你的 还是谁的呀 偶尔吃到了菜地里的丝瓜 觉得味还不错 比山上的青草可好吃多了 于是啊就天天来 一年到六你种什么它吃什么 很死了没办法了 吃了这块地整块都给你啃光了 现在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啃的 本来这个土地都是很好的 种蔬菜都是很好的 现在种蔬菜都不能种了 都是这批花冰的 岛上本来土地就少 种点菜也不容易 也不能就这么让棉花路给糟蹋了 怎么办呢 于是各家自制的秘密武器就轮番上阵 开始了一场人路大战 第一招挂酒瓶 翻名人管敏华大叔 听瞧菜园在里挂了许多的酒瓶子 难道这能发明一块路吗 平平方法 风大的时候平平方法很简单 光来光来响 它这路就不敢来了 对 有一点响声它就好了 第二招 敲竹筒 发明人 80岁的于老爷子 瞧见没有 这就是于老爷子发明的竹筒做的武器 简单实用 你说怎么用呢 我给你演示一下 一边演示 老爷子嘴里头还念念有词 老爷子说了 这武器的优点呢 就是不仅能出声 还可以直接驱赶 第三招 敲破剂 发明人 林阿婆 这方法简单 看见路来了 就直接抄起家里的破剂 拿它当锅敲 你瞧 地上的螃蟹都下得躲起来 这路啊 还不着跑了 第四招 放鞭炮 发明人 林阿婆大人 蒋大叔 放鞭炮 还叫啥发明啊 别急 瞧见没有 大叔啊 专门为放鞭炮 做了这么个道具 你们有啥作用 听听就知道了 放鞭炮 就是鼻子高一点 心音大一点 他就要下来 要怕了 就跑 放在地上那 心音小 放在地上那 太矮 每次一般的放几个 一般都是一个两个 一个要两块五 您看 这酒瓶 过去 鞭炮 轮番上阵 大家伙真是费尽了心思 再看看这梅花路 人家可不管这些 上半夜你敢 我就下半夜来 今天你敢 我就明儿来 和村民玩起了 游击战 谁叫你们家的菜园子 在我的地盘上呢 不仅如此 这梅花路啊 还变本加厉 时不时还传出 路伤人的事情 村民卢启和 就遇到这么一回 很快的跑过来 就坐在这身上 这里都 这里都 跑进去的 我现在就是修过的 我自己穿回来的 就说 头那么高 穿回中午上的 这玻璃吃不到谁 我们都知道 圈养的梅花路 和人是很亲近的 从来没听说过 路还会攻击人 那么 这梅花路 怎么会攻击人呢 主要是 在发情的季节 是公路 在九月份之后 到第二年三岁份之间 它是攻击人 在这个季节的话 公路非常的暴躁 很容易产生攻击人 比如说 接近它的母路 或者是接近它 这才产生攻击人 是啊 狗急了还跳墙呢 何况正处于 发情期的梅花路呢 如今的岛上 是路满为患啊 可是造成今天这种局面 也不能全怪人的 用梅花路的话讲 既然你们把我 弄到这岛上来 又不管我 那我还不就自生自灭 这岛就这么大 而且还没有天敌 那我们还不可劲的 生儿育女 发展壮大 这路一多呀 他们之间 得开始分起地盘来 于是这地盘里头的菜地 就被他们纳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 毫不客气的享用了 梅花路可是一级保护动物 是杀又杀不得 但是呢 抓又抓不着 哎呦 真是丑死人了 可是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 万一哪天 这遍地是路 人可怎么办呢 一分钟广告以后 我们接着说这个难题 由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当地林业部门 则令养路公司赶紧想办法 养路公司还专门请来了 抓路的高手 准备考察一下山上的梅花路情况 顺便试着抓路 这位拿着麻醉枪的 就是从东北路向来的 捕路高手王成军 他将带领我们 对山上的梅花路 一探究竟 那么这岛上 到底有多少只梅花路呢 由于岛上多数渔民 很少有人上山 因此山上几乎没有路 全是灌木和杂草 路在里面活动自如 可是人就不行了 为了半天劲 我们连半个路影子都没发现 只发现了一些路呆过的痕迹 路也来过 为什么呀 前面那两个提 老师不就在这书 这个都是什么 路粪吧 这块肯定是他一个活动区 对 昨天他来过 在山上有没有窝的 他没有窝 一路走来 我们发现了很多路粪和路的脚印 老王告诉我们 梅花路没有固定的窝 而且清觉非常灵 我们这样去找 往往会打草惊路 就在大家快绝望的时候 老王好像在下面的棍木丛里 发现了什么 好了 哪儿 好了 哪儿 下的 走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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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走连连 看着我听见了 还奔成往下去 能信得咱们能够去的 太难走了 这里的全是棍木丛 没法走 但是我们刚才发现了路的动静 但是到现在还没找到他 这一片也得有二三十只吧 二三十只 那为什么咱刚才周围车没看见 他现在就趴着那边 他不出来 他一听着动静 一听着动静就跑了 看来白天抓路 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大家决定回去商量对策 晚上正当大家商量着如何去抓梅花鹿时 突然 林阿婆又来报案 说刚才有路啊 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人家里了了 林阿婆说 梅花鹿啊 跑到他们家仓库里了 他每天晚上过来要吃奶瓜 吃那个奶瓜 一直吃那个奶瓜 那我们先去门区就了 先去门区就了 是吧 门区就了 好 好 好 进屋后我们发现 那是一只成年的母鹿 小家伙一见人来 吓得够呛 赶紧四处躲藏 调起来也不行 你只能把它放掉 你不好抓的 这个东西 这国家保护动物问题 商量了半天 大家伙也没想出好办法来 折腾了一宿 最后还是决定 先将这只鹿抓起来 等待林业部门的人来处理 没套出 没套出 好好好 先套出套出 套出套出 套出套出 利剑大了 利剑大了 把这个腿解解 腿解解 先亮了 大家决定 先把它放到废弃的路场去 这只鹿是误打误撞 送上门的 王成军决定 按自己的计划 开始抓鹿 我们在梅花鹿 集中出没的地方 撒了一些玉米作诱饵 然后在不远处 静静的等待 打完以后 咱们可以走 走 人家一说 一吵 不大会功夫 真有只公路 进入了我们的实现 看看没动静 它慢慢走进了 我们的伏击圈 大家决定 一路跟踪下来 由于麻醉地 要在五分钟之内生效 梅花鹿 公路不可能跑太阳 公路不复有心人 我们终于在半山腰 发现了倒在地上的滑滑鹿 这是一只公路 长着一对非常漂亮的鸡脚 就在这时 我们发现 这只公路啊 有一只后头的受伤了 公路在痛苦地伸眼着 就在大家决定 要将公路抬下山 进行救助时 远处突然传来一阵路的叫声 随身看过去 我们发现 有一双眼睛正在盯着这边 这是一只母鹿 它正等待着公路回来 很快 众人齐心协力 将重达三百斤的公路 抬了起来 并且走向山下 而那只孤单的母鹿 一直注视着我们的一切 它并不知道 我们是去给这只公路 爆炸伤腿 几分钟后 我们来到了一处临时安置点 送保警官赶紧找来药箱 并且很快给公路伤腿 进行了清洗和爆炸 最后 老王给公路注射了一针麻醉剂解药 很快 公路蹒跚地站了起来 第二天 受伤的公路和前天抓到的母鹿 一起被送到了原来的养路场 这一抓呀 倒是提醒了大家 这抓鹿还真不是件容易事 你看 折腾了一晚上才抓了一只 一岛上五百只鹿计算的话 这要抓到哪天去啊 何况这鹿还会再生小鹿的 这抓鹿的工作真是任重而道远的 村民们还有一个担心 就是这鹿也惯了 哪天再跑出来可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考虑的重新换个地方 比方说我们有个植鱼岛 那是一个无人岛 那类植被啊 生体啊都比较好 都比较适合梅花鹿的生长 在那边放养的话呢 就不会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 它那个公司在那边经营呢 也是一个独立一个贴定 你还别说 这还真是个好主意 既能将梅花鹿集中放养 又能发展当地旅游 抓鹿行动总算是开了个好头 岛上的乡亲们说 他们已经看到了希望 这要把鹿灌坏了 我们安心种菜 安心养出 我就放心了 我们其实要尽量把鹿抓过来 和保我们这个广大 这个村民啊 或者政府 给下他们我们支持 本来是圈养的梅花鹿 经过几年的野外生存实验 现在变得是既不温顺 还经常闹点小情绪 即使是被逮起来了 也十分的不老实 看来真要想活捉着满岛的梅花鹿 没有三两个月 那是不可能的 不仅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还得仔细筹划 精力部署 不然找个无人岛屿 把这些梅花鹿放养的美好愿望 恐怕难以实现了 可是话又说回来 再难不也得干吗 相比起老百姓的生计问题 比起这座岛长远的发展问题 这点难题又算得了什么呢 好了 生活六期和你在一起 稍后请您收看我们的下期预告 茫茫大摇山 摇族少年面临困境 我教了十多年以来 他是最好的 品学兼优的学生 体贴父母的孩子 考上大学 去三万的世界 这个摇族孩子 遇到了什么困难 爱心帮扶 能否让他重展校园 敬请收看 改变人生的两万元